我们看完蔡英文今天的表现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陈其迈 当然对于陈其迈来讲 没有办法回避 这不是我说的 她自己说的 10月16号的时候 一发生她就说 她要深切反省 不会回避我的责任 好 你知道你有责任吗 你知道你应该反省吗 那请问到现在9天了 反省出什么 你的责任是什么 对不对 10月17号她又说 作为家长心如刀割了 不会回避责任 又与Pitt一变 然后会厘清真相 10月20号更有肩膀 她说所有责任我都要承担 然后到了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高雄市议员邱玉轩跟她讲 怎样 这个陈中辰爆发到现在为止 她的善款已经标到了 各界捐款标到了两亿多 冒出了冒领善款 消防公安检查不利 民政等等的系统失能 这些是死伤惨重的原因 没有错 我们稍后一一来再爬树一下 然后不可思议的是 到现在为止 不但没有官员下台 连停职都没有 连自情处分都没有 所以她觉得陈其脉 好了 保主帅 市长是人民付托的 你很重要 你不能下台 我觉得她这个建议 其实蛮中肯的 你是不是灰类 斩掉一个你手下的人 落实责任政治 46条保贵人命 连个自情处分的官员都没有 陈其脉说什么 汉庭 陈其脉说抱歉 现阶段以照顾 罹难者家属为优先 你怎么看待 蔡英文思考中的先后顺势 我觉得跟台湾的民众 对她的期待不一样 陈其脉好像也是这样 我是很认真的梳理 陈其脉事发至今的脸书 因为现在有人讲说 放她脸书干嘛 但我们细细检视才发现 光是在这件事情当中 就有跳票 首先她每天脸书 当然是都关心这件事情 然后跟大家报告 每一天住进家户病房的 有多少 然后每一天在一般 普通病房的有多少 那都祝福他们 逐渐恢复健康或早日康复 受到最好的照顾 我讲的刚才这些 就是她每一天po的东西 就她每一天就跟 陈时中在报名牌一样 天天在告诉你 今天有多少人住家户病房 那每天住的数字 其实差不多 或者出院人数也没有太大改变 市长报告这个数字 干嘛呢 我们应该是看 那关于公安有没有改善 这最基本的吧 我们就算不谈在政治上 你到底要不要下台负责 公安有没有改善 才是最基本的 在10月15号 陈其脉的脸书 说 昨天已经开过会 我们跟了某某 跟了公务局 什么局 消防局 然后会在三天以内 要来体检的高雄 这个30年以上 住商混合大楼的这个状况 所以理论上 14号加三天 就要全部解决完毕 结果到了17号 到了10月17号 她的脸书 一样说什么 她说 我们会在三天以内 然后来盘查这些设施 已经跳票了 你14号说三天 然后你到了17号 还在说三天 然后到了20号的时候 才告诉大家 有有有 我们已经盘查好了 11栋 不是总共有30几栋吗 那你不是说 三天内要全部解决完吗 结果都到了六天的时间 你只盘查到了部分 只做到了部分 光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陈其脉在高雄 就连通盘检讨 所有的这些公安危机 都是跳票的 都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难道 不需要再负责吗 你先前出事 需要负责下台的 你没有负责下台 你说好 要留着你 好好来管理 好好来检讨 那你自己承诺三天 那要检讨完毕的 你也没有三天检讨完毕 你拖了六天 拖了七天 到了现在 你还在检讨当中 那是怎么样 一直给你拖拖拖 那如果你一辈子 都检讨不完 是不是永远都不要下台 那没关系 就是明年就让你换下台 是 而且他这个属下 我们看到这个公务 消防等等 真的连个自行处分都没有 大家一片祥和的一个概念 好像怎么样 这个46个宝贵人民 嘴巴上讲心如刀割 但是感觉上 是不干我事的感觉 Media 的